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們是宜安高中的隊長 我是209班尤修哲恩 我是207班郭宏苑 我們現在位於宜安縣宜安市的國立宜安高級中學 宜安高中已經有80年的歷史了 我們學校有很多特色 其中我們校地很大 然後我們集結了宜安縣各地的人才 我們有很棒的師資 然後我們的學校很願意投資學生 好,我們學校的理念是全校一家 我們希望我們對待同學都能像對待家人一樣 以校為家 但我們還是要穿制服 那我們現在出發前往訪問這次活動的同學吧 GOGO 就是我的感覺是這個活動呢 讓同學從概念的了解 然後到實際實驗的演練 然後再到把它變成是影片拍攝 然後自己去說明一次 跟大家講,跟同學分享,跟老師分享 讓他們能夠從頭到尾體驗過一次 這一個物理的研究過程 或是物理的、原理的這個展現的過程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比較深化的學習 就是說 以我們學校的學員來說 大部分的學員都能夠在時間內完成 就是指定的活動 那表示學生的這個自我學習的能力蠻好的 再加上就是可以按照時程 那規劃好自己的時間 那搭配就是中央大學的這個時程 持程安排 他們就可以有計畫的 然後有一個時效性的 把這個學習的時間做一個很良好的規劃 然後可以讓同學可以知道說 將來在面對很多問題的時候 也必須要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時程規劃表 他們在每一個階段經過一些努力之後 最後時間到了或時間結束了 就一個很好的這個成果的展現 就是我覺得他們在這裡面最大的學習到的是 除了能夠自己去學習一些你本來不太會的東西 或是甚至於不知道的主題 那他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成長的經驗 知道說自己可以做得到 那另外呢 可以訓練到自己的口語表達能力 這是我們學校的學生大概是最缺乏的部分 那最後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們還可以在這個活動的結束之後 得到一個很好的認證 那對他們將來在升學的時候 有蠻大的幫助 因為可以充實他的學習人的檔案 OK 好 謝謝大家 這次呢 像是擔任集中的其中一個小隊長 然後我的工作主要是 傳遞訊息還有 就是猜測同學 然後我覺得很煩的是 就是我的同學經常 我傳訊息到群組都不看 然後一直問我說 啊我們要幹嘛 啊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很煩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那個系統要改善 就是假說 我們把影片上傳 然後結果大家等好幾天才會有結果 就比如說 我們小組的影片上傳大概 一個禮拜了 然後他還沒有給我超過 所以我覺得很討厭 然後很高興這次有機會 可以擔任這次的小隊長還有隊長 另外呢 我還有這個機會可以參加這種活動 我覺得這個物理演示的活動 跟平常上課的差別是在於 平常上課會有老師指令我們 然後要做什麼事情啊 然後實驗步驟 還有實驗的成果之類的 然後像是物理演示這個活動 我們要從自己準備材料 然後自己拍攝影片 步驟 然後還要定下一個創意實驗 然後這個過程中 比起老師自己教導 我們可以更有自主性的學習 然後還可以學習如何拍攝影片 我覺得這個活動是一個非常難得前有趣的實驗 我覺得在跟於老師檢驗的過程中 因為我們早上是化學老師 然後當然他也有很多物理相關方面的知識 所以呢其實我們那時候檢驗之前拍出來的影片 有一些部分是有錯誤的 然後呢他那時候給他檢驗的時候 他就直接指出我們的錯誤 然後也講解說正確的原理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在給老師檢驗的這個環節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我答應這次活動的其中一個班級的隊長 我認為 因為我們這次移中有很多班級 所以當然也有很多隊長 那也不是說每一個班的整體活動態度都非常好 像是我們有另外一個班級 他們可能班級的氛圍就沒有很想參加這個實驗 那我們在與他們隊長跟成員的互動中也出了一些問題 我們雖然跟他們不同班 但是還是有一些部分是需要合作 那這個部分他就比較難處理 然後再來就是 我隊長的身分是 在大學端跟我們班這段寫生一個連結 那我剛開始的處理方式是 就是每一個環節 我都去確認說有沒有每個同學都有做 那我後來發現這樣子盯也不一定會比較好 那後來採取的程度就是比較很放揚的感覺 那我後來發現其實這個效果也不差 就是大家到最後都有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很 有點小岩石 但是到最後大家幾乎都是有把這個整個活動跑過一次 然後也都做出一個還不錯的結果 大概就這樣 謝謝大家 我會鼓勵對物理有興趣的學弟妹可以適度的參加這個活動 但是如果你對物理真的沒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不要害怕這個活動 就是它不只是單純的物理實驗 它會有教你很多其他的生活技能 讓你對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了解 在外校檢驗時發現 每個人對於實驗的理解都有點不同 我們可以聽取一些建議 做出適當的改進 我覺得這一次一科實驗 比較多注重在表達力 就是關於我們對自己做實驗的理解 以及對外的表達 就可能對於實驗上的內容會比較少 這樣子 我們是討論熱力學與耳溫槍 我們首先我們介紹了黑體輻射 然後用耳溫槍的實驗去說明什麼是黑體輻射 然後還有實特定引擎 我們藉由PV等於NRT的原理來解釋 為什麼實特定引擎可以做到 我們遇到的問題是選了三個人 等於選了兩個人 因為一個人完全沒做事 所以造成說我們會很痛苦 合作的話只有兩個在合作 應該是沒有三個合作的關係 我希望應該是畫個分工表 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遇到一個外校合作的 但是他網路可能不太好 我就要一直聽 剛剛他麥又很炸 所以我都快裂了 然後其他之外 我覺得活動都很棒 讚 我覺得一定值得 因為我學到 就是除了兩個實驗以外 最重要的我覺得是剪片的技巧 就是之前有多少用過剪片軟體 可是沒有新手 就是在每個禮拜寫週期的時候 他問的問題都全部都一樣 然後我覺得非常的哭到乏問 然後我覺得可以根據每個階段 所要提出的問題去做改善 不然我真的覺得每個禮拜都能發現同樣的問題 真的蠻厲害的 因為這是第一次參加有關物理的活動 所以一開始在設計實驗跟計畫的時候 十分的沒有靈感 但經過這次活動我相信下次會更好 我們做老師檢驗的時候 老師我們要拍照的時候 老師有點不想走到校門口 所以我們就跟他撒嬌 然後他就陪我們一起找校門口拍照 好 一樣 我們在拍攝講解實驗的過程的時候 我覺得我講得很棒 然後講得也蠻清楚的 對 然後 拍下看了應該都聽得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我講解的部分做得很臭 對 好 就這樣 我認為那個上傳影片的這個地方呢 他只能上傳EMB的圖片 可是我每一張照片都超過EMB 都上傳不上去 我覺得這可以改善 我認為一開始做實驗的時候非常值得 因為我學習到了非常多的物理知識 可是到後面的時候一直檢驗 一直檢驗 一直檢驗 我覺得這不只佔用我的日常時間 也佔用那些 要幫我檢驗的老師同學們的時間 在這個活動中 我就 學了一些平常不會學到的 平常不會去鑽研的東西 就比如說我們做的物理 的那個助播的那個實驗 然後還有學到跟團隊進行合作 還有跟外校進行合作 對 就是跟外校聯絡一下 就是我們幫他們檢驗 他們幫我們檢驗 這樣 對 謝謝 我覺得這個實驗跟上課不一樣 就像在於上課比較多 就是給你一些觀念啊 還有想法上一種解析 然後在這個實驗當中 就是以比較 注重於實驗的方式來去操作的 所以他把那個理論壓得很簡單 所以說 我覺得他是希望我們在實驗的方法多想你無咒 可是他們實驗定好了 以至於我會罵想什麼東西 我覺得最大的挑戰是 我們那個 就是實驗的數據 跟我們原本做的誤差太大 然後 那我們在 要算 出那個 結果的時候 他會與原本的 應該要有的結果會差太多 對 這個實驗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與別校同學一起分享實驗的東西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就是 我能夠與 能夠交到新的朋友 然後又可以分享一些新的知識 他們發現一些新的知識 我覺得這個方面很有趣 我覺得這個時間 有 沒辦法用直不直的來討論 因為有些時間 有一段時間我們的實驗一直失敗 那段時間我們很挫折 但是後來把所有東西搞好之後 就是像老師檢驗 他其他其他一些檢驗 檢驗完成之後 那檢驗下來通過之後 是很有成就感的 一開始是為了學習歷程 而做的實驗 但是後來發現這個實驗其實蠻有趣的 可以在實驗中學習到許多的 知識 但是 實驗的數據的話 我們誤差有點大 所以算起來有點困難 對 對 我們先走了 Galilean 我也是 想讓你一直追蹤 我經歸 感谢观看